大家好 今天继续行走在贵州前东南 继续走进苗湘洞寨 那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优美 是一个水库 那么从空中看这里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旁边都有这个村子居住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称载 那么在这个水库里面 有一座非常奇特的一座小山头 大家看一下这座小山头 这个它的这个整体形状非常像一只老龟 像一只要下海要出海的一只老龟 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座山头上面还建着一所学校 那么这么好的山头建学校 确实这个选择非常不错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这一座山头 算不算是风水宝地呢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来仔细观察一下 仔细看一下这座山头 它的这个整体形状 还有它所处的这个环境怎么样 好我们就继续跟着无分级的镜头 去看一下 我们就继续跟着这座山头建议 我们就继续跟着这座山头建议 就像是屁股ą一样的 我们就继续跟着这座山头建议 在这座山上建议 鲁山头建议